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一个好教授 这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仁在社交平台的标签 张良仁和团队通过美食探店等方式 讲述有趣的考古知识和地方文化 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系列短视频 备受网民关注 近日张良仁分享了他走红网络的背后故事 记者了解到 在学生的支持下 54岁的张良仁开始学习普通话 尝试拍摄短视频 创意把考古和美食相结合 编辑成故事 受到了年轻人的赞许 吃美食讲历史 今天我们要品尝的是 辉州臭鲑鱼 辉州那地方是不产鲑鱼的 他们要从辞州安息的 我们考古是一个 俄罗话象的一个学科 我们可以讲美食 可以讲服装 我们可以讲建筑等等 我们现在是做的设美食 将来我们还可以做别的 比如说装物化妆品 建筑等旅游等等 我们通过美食或者其他的 来讲述背后的文化 背后的历史 这是我们的根本存在 考古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学科 里面有很多的 大家会感兴趣 幽默风趣的网言网语中 更有不少干货 张良仁和团队发布的短视频 也在社交平台圈粉无数 在介绍美食的过程中 张良仁还有一个有趣的经历 对于美食博主一词 张良仁这样表述 美食博主是大家对我的一美支持 其实我是一个考古学家 既做中国考古 也做世界考古 今后我们将向大家介绍 世界各地的各种考古建文 用大家行为乐界的形式 呈现考古知识 希望通过我的方式 摘下考古学高兰神秘的面具 让小伙伴们看到考古学 温暖可爱的内战 为了让知识更有趣的传播 张良仁和团队就想从美食 故事文物旅游等民众 接受度高的方面入手 讲考古 张良仁透露 拍摄一条视频 一般要一两个小时 团队分工不同 他负责审核脚本里的知识点 张良仁说 考古学很好玩 内涵非常丰富 可以做的事情也非常多 谈到未来的规划时 张良仁坦言 考古工作任重道远 他不会放弃这份工作 我热爱这份工作 探索未知 分享知识 这叫不忘初心吧 我那也会抽出一部分时间 来做短视频 当好一个大家都喜欢的美食播主 张良仁说 未来他打算和团队成员 共同打造一个考古家的IP 让考古走向民众生活 把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传播给更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